原标题 这个人去世 诸葛亮只是流泪 而这个人的去世 却让诸葛亮当场吐血 这个人不是别人 而是张飞的儿子张包 看过三国演义的都知道 蜀国后期人才凋零 只有诸葛亮一个人撑得起整个蜀国 所以非常珍惜一些带兵打仗的将领 而这个两个将领的死去 诸葛亮对待的方式却不同 这两个人正是五虎将之一赵云 和五虎将之子张包 那为何诸葛亮得知 赵云死后只是哭泣 而张包去世 诸葛亮却吐血晕倒 首先我们从亲情角度上来讲 赵云和诸葛亮是并肩战斗了27年 且合作非常融洽 如果读者当过兵的话 就会明白什么叫战友情 那么 诸葛亮与赵云当属于此 然而赵云去世的时候 有一线向发 生 就是诸葛亮准备向北方进发 但是 就在他们准备出兵的时候 突然刮了一阵大风 当时 院子里面有一棵很大的松树都被刮到了 展开全文当诸葛亮得知这件事情之后 就说 虽然只是一棵松树断了 但是 看样子 是我方军队在这次作战中会失去一员大将 不久 赵云就去世了 所以 诸葛亮并没有太过伤心 而只是说 自己失去了一条胳膊这么简单 但其实失去一条胳膊对于人来说 已经很疼了 但是 诸葛亮早就预料到赵云要去世了 只因在赵云去世的时候 登托梦给了诸葛亮说 臣死不明目 指的就是 北伐大业没有完成 然而说到张包却不同 才五虎将死去之后 张包作为蜀国的新一代将军 也就是将二代 张包与诸葛亮是战友的二代与父辈战友间的关系 同时 诸葛亮是看着张包长大的 本可以撑起蜀国的将领的 可能会成为一将才 张包按照年虎 此时还是少年 是诸葛亮 眼中的紫辈 蜀汉后继的人才 是可以撑起蜀国的一片天 然而 张包的去世 无疑是对诸葛亮的打击 那时候自己已年迈 蜀国那时候已经落后了 所以 张包的去世 其实是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的 正因为这样 诸葛亮才觉得他的死太可惜了 并且吐血昏厥过去 而且 在赵铭和张包两人去世的时候 诸葛亮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当年赵铭虽然去世了 但是蜀国还有很多的精兵强将 而诸葛亮还是一个中年人 还能承担起生老病死对他带来的伤害 而张包去世的时候 诸葛亮以张慕年 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 他都感觉太脆弱了 赵云去世时 诸葛亮流泪不止 但是当听到张飞儿子去世 却当场吐血 所以 总体来说 赵云的去世是天然的 毕竟 赵云已经老了 而张包的死去 则是对诸葛亮的打击 所以才会吐血 好了 几天就到这 读完这篇会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